Hello各位巨蟹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Jan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巨蟹座的朋友们的 既能量排卡解读 那这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过未来会意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月亮双生金星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星座的这个位置 你也可以顺从你自己的直觉 或点选特别有感觉的标题或其他星座影片 我相信呢那边都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你去挖掘好吗 那不管你是新朋友或老朋友都非常感谢 你来到我的频道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帮我按一个喜欢 分享给你的朋友或收看我的广告 会用超级感谢支持我都是最直接 能够让频道继续成长经营下去的方式 那今天呢我们由于是这个技能量排卡解读 所以我们会把宇宙传讯的部分留到最后 那如果呢你想要来参加我一年一度的 这个全球生日派对的直播 会在YouTube的频道 在这个礼拜呢 应该是我上传的一遍这个礼拜呢 这个台湾台北当地时间 就是9月30号晚上9点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 在这个北美加拿大温哥华的朋友们 我们是早上6点 应该没有人会想要早起来跟我一起直播啦 好然后呢 如果你是想询问有关一对一 天使传讯心灵咨询服务 或订购大天使能量蜡烛 或欢迎你们来追踪我的IG 收听我的广播或订阅我的电子报 在影片下方资讯来都有详细的这个叙述 我就不再多说啦 好吧 我们就准备赶快进入这一次 巨蟹座的朋友们的技能量排卡解读 那如果呢 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 请注意哈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运用 妈妈伸给我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呢 等一下呢 我们在讲解这个排卡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 人事物事件感受形容词 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判好吗 因为我没有办法聚心名移 去形容到每个人的状况 跟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所以呢 我会尽可能的去跟你说明举例 因为我不是按照排阵 跟排意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这个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然后去转化成文字 然后传递给你好吗 那如果你觉得 我的语速过快或过慢 请你到影片下方 有齿轮的地方 也可以调整 声音太小声 请你戴上耳机来收听 那这边呢 我要特别跟新朋友讲一下 就是平常我是不会读逆位的排卡 但这一次呢 非常特别 他们请我在技能量排卡解读的时候 正逆位都来进行这个解读 OK 那我们现在呢 会用这个可爱的小铃铛 来为大家清理一下 这一次的这个能量 因为在我们上传这个技能量的这个同时 我有感觉到这个能量场 是有一个蛮大的波动 有些朋友可能会受到 这些情绪上面的震荡 所以我们用这个可爱的小铃铛啊 来帮大家清理一下能量 那如果你本身 现在是戴耳机的朋友们 可能要请你调整一下音量 因为这个很大声 我不想你的耳朵 就是听力会受伤 这样子OK 好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好 OK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 给这个巨蟹座朋友们 做一个小小参考 好不好 捐献座朋友们 你们这一整幅牌卡里面 每一个月周只有一张逆位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每一个月需要去注意的事情 就是也不会为你带来太大的困扰 OK 所以我们先从10月 11月 12月来进行一个说明 然后等一下如果需要 他们也会引导我们来进行 这个交叉比对的动作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10月的这个部分 OK 你10月抽到牌卡呢 分别是命运之轮 然后恶魔牌卡 然后还有这个宝剑骑士的逆位 以及正位的这个愚人牌卡 OK 我个人感觉呢 在这个10月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有一些的人呢 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些命运呢 可能好像有点捉弄人 我不知道这样讲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可能在之前 有一个相关状况人数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命运好像捉弄人 一下这样 一下那样 一下这样 好像有点来来回回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 好像这中间缺乏了一个 可能是果断的决定 或者是明确的消息 或者是 或者是 我觉得 应该要有的答复 我的感觉是这样 因为这个宝剑骑士 它是逆位的 所以我感觉 这个应有的一个什么东西 它好像没有进来 所以造成这个命运之轮 跟这个恶魔牌卡 我有种感受 有点像是说 它就是在这样 一直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的拉扯 然后呢 直到除非这个消息 这个答复 这个决定进来之后 这个新的这个愚人牌卡呢 也就是新的开始 我觉得它才会开始展现 所以在10月份的时候呢 我个人会觉得 如果你是在等待一个消息 等待一个契机 或等待别人的一个答复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还要需要 多一点的耐心跟时间 这样子 OK 而且呢 最重要的事情呢 我会觉得说 不管 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有一个讯息 就是不管这个人 有没有给你消息 或这个人有没有给你答复 或这件事情 谈不谈得成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告诉我 就是有一个蛮妙的 就是你不能把这个鸡蛋 就是压在同一个篮子 这是这四张牌卡 我把它放下之后 我第一个感觉 就是你不要把鸡蛋 压在同一个篮子上 你可能要有plan B 或plan C 在等着你 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当然如果假设 你想要的这个消息 烧来了 那当然是最好 因为这就是符合你的期待嘛 但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你鸡蛋 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OK 好嘞 那接下来在11月的部分呢 你抽到是这个保健9 全账2的两张 都是正位 逆位的保健国王 还有这个太阳牌卡 OK 这四张牌卡呢 其实给我的感觉 就有点像是这样 我觉得呢 这个过去的这个 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相关状况元素 这两张牌卡代表 也在代表这个保健9 跟这个全账2 就是我感觉呢 这个相关状况元素 好像有点犹豫不决 或者是决定的 权力可能在他手中 所以导致于这个呢 人有好像有点寝食难安 或这个人呢 一直在饱受这些压力 可能就比如说 假设好了 你的主管一直不下决定 你就只能在那边哭等 等到他下决定 可能又是要准备要 比如说假设 要交给客户的请一天 然后你就搞得 你压力很大 类似像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来来回回 这个状况的 相关状况元素 我一直觉得说 你的命运 或你的这件事情的推动 好像都是 一直在这个人的手中 或者是必须要 这个人下一个决策 或决定会给你一个答复 所以我才会告诉你 有些时候鸡蛋 可能不能压在 同一个篮子里面 原因就是因为 你不可能等到 你老板给你答复 你才去做 可能你要先把一些 周边的事情先做好 等到他来的时候 你只要修修改改 这样就可以交差 我觉得我这样比喻 你可能大概可以理解 好吧 OK 原因是因为呢 在这边呢 你还抽到一张 保健国王的逆位 跟太阳牌卡的正位 这两张牌卡 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呢 这个人啊 说实在的 他不烧给你消息 有时候也有点 犹豫不决的感觉 甚至是保健国王 都是逆位的 就代表说 你呢 为什么会 我刚堵在 这条能量牌卡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说 你不可以把这个 鸡蛋压在同一个篮子上 我觉得反而 搞不好你的Plan C 跟你的Plan B 反而会救了你一命 你懂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假设好了 他们叫我这样解释给你听 比如说原本这个顺序 可能是A B C D 然后这个C呢 可能需要你老板 下一个决策这样 所以呢 才能够A B 很顺的接上C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D了 类似像这样 可是呢 现在由于这个 可能是一个什么 很关键的因素或原物 导致于你在A B这边等了 但是C还没有下来 所以你也走不到D 所以呢 现在这个步骤 会变成是有点像是说 你被卡在一个中间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有没有办法是变成是A B D C 然后等他C下了这个决定 或下来这个消息 或者是做了这个决策之后 其实你已经到达 你要的那个 快要我们这样讲吧 八九十那个D的那个结果了 那C下来之后 可能是加分 可能是能够优化它 可是它不会对你整体的计划而言 造成太大的影响 这是这部牌卡给我的一个感受 所以呢 我感觉这张太阳牌卡 就是要告诉你 即使这个可能很重要的消息 因素 人物或决策 都还没有下来之前 我个人觉得你要有其他的打算 OK 那在这边呢 12月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几张牌卡是蛮好的 你抽到的是这个 钱币八的正位 星星牌卡正位 还有这个保健器的逆位 还有这个圣杯骑士的正位 这四张牌卡给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你开始知道说 好啦我不能ABCD 那我就ABDC吧 所以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在12月的部分呢 反而你要开始 有点像是推 真正在推动 这个所谓的ABDC了 OK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你会开始啊 比较放掉一点点 你自己比较情绪化的这个状态 例如说 之前老板一直没下决策 你就会跟他讲 你不下决策 我后面要怎么做 因为我一直卡在这边 我一直到不了D 类似像这样 那你得C这个步骤给我 我才可以去D啊 好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你一直在那边 跟他生气 生闷气 抱怨 其实对这件事情 是没有用的 你反而啊 不如趁现在赶快下功夫 做好你自己的计划 把这些不必要的情绪倒掉 你才有机会去迎接来 这个新的开始 或者是这个契机 或者是我个人会感觉 这边有一个蛮有趣的能量场 这边有一个感觉 有点像是说 如果假设 你可以把感性 先稍微放旁边 用理性来做事 甚至是把这个 企划真正去推动他 我反而觉得 这边有某部分的人啊 反而会让别人 去看到你的优点 跟优势 或者是你的能力 你可能反而会觉得说 这刚开始看起来 好像不太好 反而你会有点因祸得福 我的感觉有点像是 会因祸得福 反而别人会觉得说 哎呀 其实好像没有事 也可以嘛 这个人莫名其妙 就做到第一这个步骤了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 这边有一张牌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种因祸得福的感觉 然后这个保健期呢 跟这个圣杯骑士 这两张牌卡 给我一个感受就是呢 你开始知道说 我不能等你下决定了 因为这张保健期 逆味的意思是说 我如果等你下决定啊 不知道等到天荒地牢 或者是七老八十 你可能都还没有下决定了 所以呢 你会觉得说 与其等你下决定 不如我自己先向前走吧 所以呢 这个圣杯骑士 给我一个感觉是 我觉得你在试着去找出 你觉得值得去等待 或投入的这个 Plan B 或Plan C 这样子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你在这一个 这一季啊 好像有点像是说 略过这个步骤C 跳到这个步骤D 然后就算 有没有这个步骤C 也是 我不会说无伤大雅 但是我会觉得说 它就算有很好 没有也没关系 所以呢 我觉得你这个圣杯是 你好像开始 有一点能够会去理解说 有些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 不是说叫你不要孤足一字 但是有一点像是说 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得看开 有一些事情 它就是没有办法按照 我们想要去进行的方式去进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牌卡给我一个感觉 但是反而因为没有按照 我们想要的方式去进行 它反而变成了一个更好的方式 所以呢 我觉得蛮值得期待去看一下的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用一下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额外的补充讯息 你看你抽到两张牌卡 都是太阳牌卡 所以我才会告诉你 我觉得这个是蛮关键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假设你可以在两张 两副牌卡 不同服务的牌卡里面 都抽到太阳牌卡 就代表说 这是一个 我们这样讲 这是吉相 大吉大吉上上先的那一种 所以我会觉得 与其在这边空等 你不如就是去做出一些 我觉得能够先 对这件事情有帮助的进展 好吧 OK 就是这样 来吧 我们来看看 你抽到的是这个国王牌卡 跟这个圣杯女王 OK 这两张牌卡 其实你注意看一下 这两张牌卡是 这个国王呢 象征就是我是掌权的 所以我才会告诉你啊 你不能只等这个人一声令下 或者是把鸡蛋都压在他那边 你要变成是像这个国王掌权 而且这个圣杯女王呢 是保护着他的圣杯的 意思就是说 哦 没关系啊 你如果不想要我这个 比如说这个条件 那我再去找找看 其他人有没有更适合这个条件 那我就把这个条件递给他 搞不好呢 他们给我更棒的优惠 或什么之类的 我反而自己能够得到更多 或者是你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合作伙伴 也不一定 OK 所以我感觉这个圣杯女王是开始 你开始很清楚去看 到底谁值得你这个 得到你手上这个圣杯 那这个圣杯是什么东西呢 你们可以自行去套路 比如说是你的资源 你的人脉 你的金钱 你的情感 你的时间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有慢慢在像 这个女王跟这个国王一样 找回你自己的那个掌控权更多了 OK 可能不一定会等待这个步骤C 那个关键的因素跟要素 那这张牌卡呢 我个人会感觉就也没什么好跟你说的 这张牌卡呢 就是要告诉你啊 有这个人当然很好 但没有这个人你也不用担心 你会找到这样子跟你啊 我觉得蛮匹配的 或蛮适合的一个合作对象或条件 或者是一些因素会出来帮助你 OK 因为呢 我觉得这两张太阳牌卡给你 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强行计的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抽一幅验证牌卡 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讯息 好吗 好 来 好 OK 来吧 OK 来你看 这张牌卡我非常非常喜欢 为什么我刚刚会跟你讲 可能不要再去等待这个人的 因为你看 你都是抽到这个 都是抽到这个保健酒 可是你以前呢 可能是坐在这边哭 现在你知道哭没有用了 把这个保健拿出来 打死这个怪物 接着你就可以从这个恶魔 或者是这个恶梦 或者是这个可能并不是很顺利的 这个过程当中去离开 所以其实说实在的 我个人会觉得这个保健酒 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会觉得 为什么我会告诉你 不要坐简自负 不要在这边好像受困一样 因为这个钱币 跟这个temperance出来的时候 我都会感觉说 你一直试着在等待 或在 在思虑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会有这个感受 就是你会觉得说 我会这么做 我会这么等待 我们老板下决策 那是因为 我也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到更好 或者是我想要符合老板期待 符合这个客户的要求 类似像这样 可是你会觉得说 我这么用心 我这么去付出 我这样子做 对方到底有没有理解 或有没有感受 这东西我觉得是有一点点 你没有得到 所以你会在心理上面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点难受吧 某部分的巨蟹 是我朋友们 OK 所以呢 我会觉得这个时候呢 有点像是说 你要把这个感情 这个比较感性的这个部分倒掉 你反而呢 也要把这个和平圣哥给它放掉 原因是因为呢 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 你必须要拿这支宝剑出来 砍死这个怪物 意思就是说 有些时候 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就像我们讲的 我们没有办法得到 第一个最好的 那第二个可能也不差 对吧 是不是这样说 所以当大家都在争 那个最好的 那你为什么不想看看 哪一个才是你最适合的 OK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抽到这张牌塔的时候 叫我这样讲 因为在接下来 你的验证牌塔是 这个圣杯石 我觉得圣杯石 这张牌塔就是要我告诉你 就是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 就算你选 Plan A B C D 或怎么样 我感觉 你现在在处理的这件事情 只要你愿意做 我个人觉得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难题 因为呢 来到这个圣杯石 就代表说 在最后你会得到一个情绪和满足 也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甚至呢 在中间交手 这些相关状况人数 其实都会被一切安排的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 出现两张太阳牌塔 跟这个圣杯石 是蛮值得你期待的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抽一张精灵牌塔 等一下呢 会再抽一张 另外一张牌塔来看一下 你的天使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 就是能够再做一点补充 OK 这张牌卡叫做Winter 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一季 技能量牌卡解读的这个时间了 OK 所以呢 我感觉呢 这个在这个冬天吧 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就要稍微有一点着落了 应该要有一点出头了 就稍微有一个明目在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吧 再等看看好了 来到这边这个年末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事情会渐渐有一些曙光 因为这个太阳给我一个感觉 有点像是一个曙光 这样子 OK 终于好像露出一点曙光了 好 OK 很快 好来 接下来呢 你看 这张牌卡是你的天使最后要告诉你的宝剑衣 这个宝剑衣呢 其实我也不意外 就是像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你为什么刚刚手上要拿出这个宝剑衣去杀这个怪物 OK 他们说呢 你要能够去理解 有些时候呢 我们之所以为什么会困在现状 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做出一个选择 或这个选择当然也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但是所有的事情发生跟改变都会在我们选择之后 所以呢 这一张宝剑衣呢 我觉得有点像是你的天使希望额外的去告诉你 你当然你可以去理解双方的立场 理解彼此双方的需求跟条件 但是我个人觉得你也要能够去思考 如果假设这个相关状况 人数一直是这样来来回回 有点模糊不清的话 那我反而觉得你应该要拿出宝剑衣的这个气势 去把这件事情理清楚 去把这件事情做一个更好的规划 或者是用理性的方面去能够让它得到 我觉得算是你心目当中理想的那个结果吧 好吧 OK 好 所以呢 以上这个是排卡解读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进行这个宇宙传讯的部分 我们来听看看天使跟宇宙的什么讯息 希望透过传讯者我来传递给巨蟹座的朋友们 那请稍微等我一下 让我去感受一下你的能量 再帮你们传递讯息好吗 OK 顺便透过一口水 好的 亲爱的巨蟹座的朋友们 我们想要告诉你一句话 什么叫做关关难过关关过 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每一个关卡你都进步了一些 更懂了更多 所以呢 我们不觉得在前方的这些 你可能认为是一个挑战 它是一个真正非常艰难的困难 我们觉得你已经快要来到最后一个关卡 所以希望在这一次你能够背水一战 我们希望你能够了解 有些时候当我们过分执着的时候 我们会看不见其他的选项 但是在其他的选项当中 也需要我们能够花时间去理解 去看清楚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所谓想要的希望 所以在这一季我们希望你能够透过这三个月的深思熟虑 能够为你自己去找到这一件事情当中的曙光 我们也相信你能够拿起你手中来把锋利的剑 拿出你这照耀人心的自信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不久 你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也能够走到你想要的目的地 所以期待一下吧 过了这一个冬天 或许在明年春天跟夏天的时候 丰收的时刻就会朝向你而来 所以我们希望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请你继续能够为自己保持希望 我们祝福你 我们也希望下次能够再与你相会 OK好 巨蟹座的朋友们呢 我刚刚觉得我在讲你们的这个能量场 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的是一个路线图 我看到有一个人在播种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去看到一个人家农夫在播种 然后一边他们在给我这个讯息download 我觉得那个农夫在播种的那个意象 有一点像是说 你以前在播的这个种子呢 它还没有来到一个盛开发芽的这个时期 但是在这个冬天 我觉得它应该要开始 慢慢冒出这个枝芽来了 OK 那我感觉他们在讲这个明年的春天或夏天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它长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所以长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相对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成果 OK好 所以你也不需要在这边 我觉得这个一直 我不觉得这是阻碍啦 这可能是一个你要去挑战跟面临的课题 我不知道到底是人还是因素 还是什么考量 OK 所以呢 我个人会觉得你可以一边走一边等待 但是你该做的手边的事情不要停下来 所以我感觉这个农夫的意象就有点像是说 哦对 我不知道我种的这些东西明年会不会长出来 但我得先种才知道嘛 对不对 我总不能先看隔壁老王家种了有丰收 那我再来去种 是这样说 那我可能就饿死了 所以我感觉这个隔壁老王家 就是你在种你自己的田的时候 你看到隔壁老王家种什么不要紧嘛 重点是你想在你家种什么 我的感觉有点像是这样 这个就有点像是刚刚我们讲的 你可能要Plan B Plan C 然后可能或许没有步骤 C也没有关系 但你要想办法从A B挑到D 那如果有C可以更好 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的这种心态 好不好 因为我感觉最后他们给我看到这个画面 我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稍微再转述一下 让你们知道 OK 好那以上呢 这个就是我这一次要给这个巨蟹 做的既能量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部分 能够为你带来一点点帮助 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也请记得 我们的全球生日派对 在台湾台北当地时间 9月34号晚上9点 到时候我们就线上见咯 拜拜